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提提大家Patreon的平台已經開啟了 裡面有更多很有用的醫學影片 會員可以先倒為快 在Patreon平台上我會跟大家有多一些互動 最近聽新聞說香港多了很多登革熱 登革熱這種病都可以說是可大可小 嚴重起來真的可以像武俠小說一樣 引起七孔流血真是死得人的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登革熱這種病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病毒就像狼性感冒那些病毒引起 COVID也是病毒引起 病毒本身介乎生物和死物之間的東西 它自己沒有一個複製的機制 它只靠自己就不能夠生下一代出來 它一定要騎劫宿主 就是騎劫比如在登革熱這個情況就是人 它一定要騎劫了人類的細胞 它才可以利用人類細胞裡面既有的機制 去幫它產生下一代出來 然後再傳染別的地方 或者給別的生物看 那登革熱這種病毒很多時候是由蚊帶著的 蚊咬了一個登革熱發病的人 他血液入了蚊的身體裡面 蚊咬另一個人的時候 蚊的口水就有病毒 接著就刺到另一個人身上 病毒就進了另一個人身上 傳染給他 基本上原理就是病毒進了那個人的皮膚之後 他跟人類皮膚裡面的一些細胞結合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病毒的遺傳物質就會走進去 皮膚細胞裡面 讓皮膚細胞製造新的病毒 新的病毒製造好之後 就由皮膚細胞釋放出來 再感染其他細胞 尤其是他很喜歡感染我們淋巴系統裡面的 那些白血球 然後再到處感染 就像火燒一樣一路燒開去 病毒進了身體那裡 跟細胞結合到 它產生很多的下一代 跟著走進我們的淋巴系統 影響很多白血球的時候 需要時間的嘛 所以通常是你被蚊咬了 跟著隔五至七天之後 跟著才開始有病徵 病徵就是那些病毒 就在衣衣周身走的時候那種病徵 比如說頭痛 疲累 發高燒 通常都很高 104 周身骨痛 吐 還有他就很流行有一個特別的病徵 其他病比較少一些 因為我剛才說的那些病徵 差不多比如說 雙方感覆都是這樣 那怎麼分呢 他有那個病徵 大家一定要記得的 記住一件事 燈甲乙很流行有一件事 就是眼球後面痛 就是眼睛眼球後面痛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病徵 除了這個之外 他就會出一些診 那些診就好像一些紅的診 有一點就凸起一點點 就跟麻疹那些差不多 就好像這個圖片那些 那你說 那很危險 他周身走 如果他第一次感染 就是說你以前沒有感染過燈甲乙 你是第一次感染的話 通常他身體就過了幾天 有這麼辛苦的病徵之後 跟著自己都會好 身體是對付到他 可以復原得到的 那可能覺得 比如一個星期 他有什麼事都沒有 你就以為 可能都是普通感冒而已 那是有些出診 不過不知道 那就是 做事沒事就行了 那你就以為沒事的了 那準確一點說 你其實應該真的好起來了 不過問題是什麼呢 登甲乙這種東西 就是有些很奇怪的現象 那登甲乙那種病毒 有四種那麼多 那就是說等於冠狀病毒 可以是引起普通雙風流鼻水那種 可以是引起 比如說2003年 SARS那種 那也可以引起 COVID 現在就是2019年那種 都是觀眾病毒來的 不過它就有少少分別 那這個登甲乙的病毒一樣 它有四種 中間它是有少少分別的 那這些登甲乙的病毒 你感染一次 譬如你感染了第一次登甲乙的病毒 譬如說是A型的病毒 那不是這麼分的 不過我隨便這麼說 A型登甲乙你感染了之後 那你就終生免疫的了 就是說你再遇到 A型的登甲乙病毒 你就不會被它傳染到 你身體可以對付到它 就是說它一進來就對付到它 但是你還要有BCD 這三種你未感染過 如果不幸運 這隻蚊帶著BCD的登甲乙病毒 你來到咬你的時候 那你就還可以被它感染的 那你說感染都好像你這樣說 剛才都是好像第一次這樣 是辛苦一些 都是好像感冒一樣 那有什麼大不了 那問題就在這裡了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是說登甲乙這種病 很有趣 你感染了第一次之後 那可能是A型 你好起來了 那多數都沒事了 對不對 那你好起來之後 如果你不幸運 再被另一隻蚊咬到 那隻蚊帶著B 或者C或者D的登甲乙病毒 咬了你 傳染你的話 那你的免疫系統 不單止就不會對付到 那隻新的病毒 反而就會將那些B C啊D 其他的登甲乙病毒 就用抗體把它黏住 正常抗體你黏住病毒之後 你當然要殺掉它 你當然要殺掉它 但是登甲乙很奇怪 如果你感染過第一次 第二次你感染其他的登甲乙病毒 抗體黏住病毒 就不單止不會殺死它 而他就將病毒帶入細胞 感染了很多細胞 因為殺不了它 反而就更加鼓勵了 即是說更加鼓勵 放大了感染 所以登甲乙病毒 通常最危險 就是第二次之後 就有機會 就變成我們叫做出血性的登甲乙病毒 他那個感染 就比第一次嚴重很多 周身走啊 去到白血球啊 影響我們的血液啊 尤其是很輕令到 血液出一些大問題 令到血小板降得很低 大家知道血小板 就幫你血凝固的嘛 血小板太過低的話 那就真的會不斷流血的哦 再者呢 它又會令到我們的身體呢 那些就是發炎反應很厲害 那所有血管都放鬆了 那就供應不到我們重要器官呢 就會各個器官呢 就一個一個這樣衰竭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或者病症呢 就是嚴重的肚痛啦 嚴重的嘔吐啦 嘔出來的東西呢 又有血這樣的 那再加上呢 比如流鼻血啦 不斷不斷流牙血啦 小便有血啦 就是真的可以好像小說那樣說呢 就七孔流血的 尤其是那些小孩呢 如果感染到的話呢 就零射危險的 那這樣說的話 那香港那些個案子呢 香港那些 一般來說呢 大部分的個案子呢 我們叫做外面傳入的啦 那多數的人呢 就去過那些印度啊 那有些會去完中國啊 那有些呢 就去完南美洲的國家啊 那回來才發病 那香港的人 怕不怕這些嚴重 出血性的燈甲熱呢 因為呢 要被蚊咬第二次 被第二種燈甲熱的病毒感染呢 你才會危險啊 那第一次感染呢 就算A啊 B啊 C啊什麼都好 那很少是嚴重的 是辛苦一些的 那怎樣的情況下 會感染第二次呢 那一定呢 是要住在燈甲熱 是風土病的地方 住一段時間 你被他咬完一次 感染了一次的燈甲熱病毒 再咬第二次 感染其他的燈甲熱病毒呢 才有機會呢 發生這個出血性的燈甲熱 那所以如果你在香港 基本上呢 就是燈甲熱 不是一個風土病的話 嚴重的機會呢 就不高了 那話雖如此啊 既然現在大家旅行那麼多的話呢 那去那些 燈甲熱多的地方 落後一些的地方 在東南亞、南亞 尤其是那些雨季的時候呢 那些燈真的會很多啊 那就記住呢 就去之前呢 就買定那些有DEET成份的 的燈甲熱水 這樣東西呢 那其實都相當安全的 兩個月以上的小孩 其實都可以用的了 那我今天講到這裡先 那YouTube的朋友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 那記得按個訂閱鍵 按個鐘仔才走 那你訂閱就賣向四十萬的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繼續拍這些片的話呢 那YouTube的觀眾呢 就可以用超級感謝的功能 表達你的支持 那也都很歡迎你呢 加入我的Patreon 那你呢 就可以看到更多 其他醫學題目的影片 會不會再按照片 去哪兒呢 再按照片 這首屬於 House 我也是很感動的 會不會再按照片 自己他們會被翻臉 有的 有的 就是 小時候 一過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